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好毛宠物写真的负责人由乔音 嗨,Joice 大家好 嗨,Joice 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毛宠物写真的话 你们创立多久了 目前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那我想问一下说 你从事摄影这个行业的话 你从事多久了 以摄影来说 大概有十年的资历 但是以宠物写真来说大概是三四年的部分 OK,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的话你的宠物写真这个品牌的话 你目前服务的对象有哪些 基本上只要是动物我都来者不拒 OK,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拍过有哪些动物 然后蛮特别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部分的话也是会有 大部分就是狗狗猫猫 但是比较像也接触到蛮多特宠 像比如说老鼠类啊 兔子类也很多 然后鹦鹉 然后甚至有蜥蜴跟蟒蛇 其实还蛮 你接触的宠物还蛮多的 宠物有蟒蛇 然后蜥蜴也有这样子 那他们应该是比较好拍吧 对,他们不太动 那我这边的话也想问一下 就是说 那你觉得一般在拍宠物写真 就是在拍宠物啊 跟拍人啊 你觉得最大的一些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宠物 他只要开心就好 他不需要来配合我们 他只要开开心心的 做他自己 玩他自己 就一定可以拍到好的照片 那OK 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宠物那个过程当中 你们通常拍的话 时间会是待多久呢 我们一个小时左右 有就差不多了 OK 因为时间怕太长 宠物也会累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体力 他们的耐心极限 我觉得一个小时差不多 差不多了 不然其实宠物到后面 把他体力耗尽 他就躺在那里 也不动了 没错 那其实拍宠物 其实因为我看到 你今天有带来一些 你自己拍过的作品 然后很多都是在户外嘛 是 对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户外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有时候在户外来说的话 其实蛮相对的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可能天气啊 然后环境各方面状况 是是 你是说要 就是 所以你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户外拍摄的时候的一些心得 户外拍摄的话 狗狗会比较 因为不是每一只狗狗都可以放千绳 所以狗狗会比较 我都会找草皮让狗狗去拍 因为狗狗只要在草皮下 他们就会非常开心跟自在 甚至是他们只要有草皮跟阳光 他们有时候就会克制不了自己的 就是躺在那边就在享受 非常可爱 对但是唯一狗狗 我会比较注意的就是安全性 因为有些狗狗不能放千绳 那如果在空旷的室外的话 那是不是要 要去注意 会不会叫不回来之类的 对对对 那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你在拍户外写真 这样帮狗狗或猫猫或其他动物 在拍一些户外写真 有没有特别一些你要注意的事情 我注意的话 通常我都会提醒主人一定要多带饮水 因为狗狗非常害怕遇到热衰竭 特别是一些短鼻狗狗 像八哥啊 法豆 他们对于热的感受性是会更敏感的 那这个对他们的健康来说 是会比较有一些威胁 所以主人一定要多带饮水 那在户外拍摄的时候 也会建议可以多带零食啊 玩具啊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同时 适时的给他们奖励 都可以增强他们 更愿意配合拍摄 更享受拍摄 OK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 其实因为你今天带来很多幅 你拍摄过的作品 然后像中间这一个猫的话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到他的 然后是跟什么样子的一个合作单位合作 这样子 这个是跟台中的犬山居合作的 他们2023年的公益日历 合作的一个系列 对 然后他就是公益日历 他们就是 里面会有12只他们的动物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日历的照片 也把它延伸出去做了一个摄影展 对 然后这只就是其中一只里面的猫猫 是 你说的猫猫 那我们这一次拍摄出的猫猫狗狗 甚至还有鸭子 对 它是一只菜鸭 差一点就被人家吃掉的 一只小鸭 对 就是那个外籍劳工 然后吃那个鸭仔蛋 不小心孵出来的一只小菜鸭这样 对 所以其实 放太久了 然后它就变成孵出一个鸭子 对 对 所以其实也 应该是说也会让大家意识到说 其实需要救援的动物 并不只有猫狗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动物的类 很多种动物都其实都需要我们的救援跟关注 所以你其实在现场拍的话 其实这些动物相对来讲 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一点身体上可能生病 或一些残缺 那其实你在拍的时候 内心感触应该特别深吧 是 其实一开始是蛮多心疼的 因为你看到它们的眼神 你就知道它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让它们对人类是有防备的 但是你这样子去慢慢的跟它们互动之后 即使它们经历了那些事情 它们还愿意再相信人类 其实对我来说 比起怜悯 我会觉得对它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尊敬跟尊重 因为我觉得即使是我们自己去经历的那些虐待 然后经历那些事情 如果是我 我能够笑得出来吗 我觉得我不行 但是它们在照片里面 它们还是都笑得很灿烂 然后很信任它们的照护员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爱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敬佩这些动物 确实是 因为确实我觉得每一个动物 其实到后面都是因为生病之后 然后尤其是犬山居这边 它其实是在做一些动物的救援 所以有一些动物可能老了 生病了然后被弃养 所以它们就是把它收留它们 所以其实每一个动物其实 都有一点就是 没有那么的健康 所以相对于在给你拍的过程中 对你的警觉性也会很高 是是是没错没错 对 但是它们都真的到拍到后面 它们也开心了 对 你可以感觉到它们是放下戒心在跟你互动的 它反而会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个镜头这是什么 它们愿意好奇 对 你会觉得热泪盈眶 会很感动 是 而且你排除了很多动物在笑的 就是笑的表情 因为像这个的话是一个 一个拉不拉多群对不对 然后它在笑 对它就是去花海 一片像日葵花海 然后它就好开心好开心 然后拍的时候 它的嘴角真的是飞扬的 我回家整理照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拍的宠物写真 就是第一是我会觉得 我要替主人拍 它们看不到的画面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面对宠物 我们都是俯视它们 我们不会这么看到它的脸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我要帮主人拍到 它们平常没有看到的这个画面 第二是 其实我们知道宠物的寿命就是比较短 我希望可以拍到主人未来在 缅怀怀念动物的时候 看到这个照片 它们是还能够会心一笑的 是 等于是你在帮它们做一个 一个我觉得在记录时刻的当下的 它跟宠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 那因为其实宠物能够陪我们 大概是十几年 数十载而已 所以其实透过你的这样子的镜头 可以把当时那美好的 记住它们美好的模样 是 对 我觉得特别 我觉得特别的感觉蛮温馨的 尤其是最旁边那一幅 就是这个主人 他抱着他的爱犬 然后他的爱犬正好阳光打过来 他非常温暖的靠在主人的手臂上 是 他很享受他的抱抱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一天的拍摄的情况吗 这个是冬天限定的羊皮甲 对 然后在那天是有点凉凉的天气 然后那个光线非常温暖 温暖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气温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这只狗它其实是比较 活在自我世界里面的那种 像如果你放在地上 它自己玩 它就会这样走自己的叫不太回来 但是你一把他抱起来 他就自己把头靠到主人的脖子下 它非常顺暴暴 对 所以我觉得我拍摄的时候 我很常让他们的主人去抱他们 因为他们一抱的时候 你一看就可以看到那个宠物的眼神 当家人靠近的时候 家人抱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眼神跟他们自己站在这里的时候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会在主人的怀里融化 对 我觉得画面非常非常温暖跟漂亮 是 而且重点是 我觉得 你那个宠物 我觉得它也习惯了你的存在 因为它要能够完全 这样放下戒心 然后让你拍到真的非常不容易 是 所以其实你做这个宠物写真 其实非常适合你 所以跟这个性格真的很像 会让动物很快在第一时间内打开了心胸 然后立刻可以跟你成为一个很好的 你帮他们拍 然后他们做互动 是不是你本身也是学这个科系的 是我大学是嘉丽大学动物科学系 对 虽然我们以前接触比较多的是经济动物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也是有去学习到宠物心理学跟宠物行为学 那我自己也从小一直有在养猫猫狗狗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对宠物的互动经验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别人的毛海的时候 我也相对有比较多的知识跟经验 去跟他们互动 我能做到比较多的 对他们情绪跟行为上的尊重 所以可能相处上 他们对我来说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 OK 难怪这些宠物可以在 在你的镜头上 这些宠物都可以这么的自然 对啊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未来的话 中长期你们的品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近期的话呢 因为近期才刚建立我们自己的摄影棚 专属摄影棚 那近期是会想要先稳定我们的摄影棚 然后让它提高更多知名度跟使用率 对那中期的话会希望有更多的跨业合作 像比如说跟宠物美容啊 宠物沟通啊之类的都可以去做合作 然后彼此去建立更有信赖感的名单 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 对然后彼此去做曝光 那远程的话 我希望可以 拓管我们的团队跟摄影棚的规模 像比如说给宠物更安全的拍摄环境 或是办活动的场地 然后这样的场地也可以去提供更多的课程 去分享更多宠物行为 心理学的这样的知识的推广 我觉得也会很棒 那未来的话就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创业者 他想要创业 你可不可以就以你是老板 然后也自己创业了一段时间 然后给他们一些经验跟分享 要有爱 要有非常浓厚的爱 因为其实拍宠物写真 我觉得跟人像写真相比的话 宠物写真需要的体力 是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 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爱 你不会觉得累 然后如果你有足够的爱 你会有更多的耐心去尊重 跟等待动物的情绪 跟他们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要有足够的热情 在套入宠物写真这个领域 是的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 能够邀请到好毛宠物写真 摄影师尤乔英 他同时也是好毛宠物写真的负责人 今天的话就一直跟我们分享到说 其实在做这个任何一件事情 第一个出发点就是要从你的乐成出发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从事哪一方面摄影 其实都要能够感同身受的那个心 其实是宠物的话 其实他们也会感受到说 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亲切跟温暖 甚至尊重的话 我觉得在宠物他会反馈给你一些很不错的照片 在当下你都可以捕捉到那种快乐的深情 谢谢Joyce 今天谢谢你来这里做专访 谢谢